大家好 为什么有些坏有养月剂 在这个时候 病害虫害总是反反复复 给它喷药之后 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原因就是你用的药物不对 那么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用一招狠一点的 让它彻底的清除病害虫害 这一招就是给它做重点 因为这些叶片已经遭到病害虫害的清洗 所以一片叶也不要给它留 全部给它剪光光 这样的话 这些害虫只能躲到土壤里 那么这些虫害躲到土壤里面 我们再给它用上这种肤虫胺 因为这种肤虫胺 我们只要撒到盆土之后 它就会对土壤的害虫全部消灭 经过浇水之后 它就完全溶解到土壤中 这样的话 害虫就无处可逃 这一招虽然是比较狠 但是一定要失生这些枝条 那么失生完这些枝条之后 到后期它长出来的这些新枝条 就不会受到病害虫害的惊喜 大家看我之前处理的这一颗 长出来的新牙非常的漂亮 我们将它修剪完了 给它撒上肤虫胺之后 就给它浇一次透水 把这些肤虫胺颗粒全部给它溶解到土壤中 杀死土壤中的一些幼虫 包括虫卵 那么这样的话 长出来的月季新牙就不会有问题了 好了下期再见 现在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